由高通報觀光局所主辦的小鎮遊戲區2.0 下廉多年 幾位由台灣第一名演藝團隊 在往國來國首頂基盤公演 其中一場邀請到東美群歌戲團 來到一集中武衆宮帶來經典戲局白社傳 比較是用國家歌曲衣當中的規模演出 近大會民眾再來觀賞 馬俄樂這戲是非常好看的精彩 我們總有好 真心 觀賞完美的國歌戲叫他們當中的演出 完全刷到一集中的武衆宮頭前來基盤公演 鄉親是最東擁有 對那是支持高通報觀光局的小鎮遊戲區 也是為了欣賞當美群歌戲團 我們在下廣來到一集中的演出 從這齣戲帶到戶外來演出 所以我們有特別改變過 希望可以有觀眾朋友看到不一樣的別人 那我們聽到現場的音樂 其實我們完全是依據我們在劇場裡面演出的版本 把他整套移植到我們今天來表演 所以今天在現場的觀眾朋友看到了 是一個劇場版的大戲 在2019年的時候 這個集集鎮榮獲交通部的經典小鎮 所以說特別感謝我們林家龍部長 跟洪維新處長的愛彈 所以說我們南投縣唯一一場的小鎮遊戲區 就在集集正來舉辦 我們這裡的鄉親可以在武昌宮 這個廣場 在這麼一個古色古香的一個氛圍之下 來欣賞這一齣傳統戲劇 就是我們的一個福氣 由高通部官公教主辦的小鎮遊戲區2.0 下落瓦東 相當受到歡迎 提供品種在地就可以興奮到 臺灣第一名演藝團隊的精彩公演 現今中班這行長創白費 也歡迎鄉親繼續支持 接下來又頂有精彩的藝本表演 精彩的表演 歌詞實在很重要 我們在兩廳院的演出 直接搬到我們集集武昌宮 另外還有火舞 還有另外還有特技 另外當然還有紫風車 我相信這個演出 是交通部觀光局林家龍部長 希望連結我們地方的自然景觀 連結我們的文化特色 大家一定要來看 全國一共有16個表演的場次 今天尤其特別的在我們集集小鎮這邊 來演出唐美營的歌仔戲團 歡迎各位到我們集集來觀賞 我們接下來還有接近10場 也在北中南東各有不同的場次 由當米粉歌戲團帶來的白色端公演 雖然並沒有精緻的當勁佈地 但永遠的十一年出 也就結婚安排 讓全來觀賞的民眾都被親親去印 包括到戲中的台書 也讓鄉親感受到台記的文化之水 記者跟我們差不多